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笋香炖肉 画面中你看到食材我用了猪跟牛 很奇怪吗 不会哦 因为我跟站长的创意 然后我去做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风味还蛮不错的 如果你同时猪跟牛都有吃的话 我用的是牛肉条还有五花肉块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带皮五花肉条 都没问题 把它切块 下来我还用了两条辣椒跟一些蒜头 要炖汤啊 炖肉料理 我蒜头就不会锅掉里面那一层皮 这一次的笋子我用的是来自嘉义大林 守护猪罗素啊 笋龙们的竹笋 去壳之后把一些粗纤维的地方削掉 我就把它切块 要做炖肉料理就不要切得太小块 锅子先倒橄榄油 然后下蒜头稍微炒香之后 我就把肉啊 油脂比较多的部分朝下放下去 因为我要让它再煸出一些油来了 就是它原来这个五花肉的油脂 煸出油脂之后啊 我再下煮笋 记得笋子它如果有油的话炒起来跟炖起来 它吃的口感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再炒像我教大家的金沙炒笋啊 你都不要去节省那个油的用量 然后再来这一次我用的是马告 我的香料是马告 我教大家可以先压碎它 那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是你要上锅之前 再把压碎的马告或者甚至没有压碎 再放到热汤里也一样都会有散发出来的香味 我刚还下了冰糖然后跟生抽 这些调味的用量啊 其实要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味觉啦 因为我吃的比较淡 所以我可能用的调味都比较少 那你也可以试着调整跟我一样 然后我就下葱跟辣椒下去炖 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好了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